明镜广播电台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言言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 人民的民意戏里戏外打了谁的脸 被誉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 人民的民意 成为眼下社交媒体最热的话题之一 在引然追剧的同时 也有人提出质疑称 该剧的拍摄水平还不如样板戏 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 不允止关于人民的民意 一名内地政府官员 与一名金发情妇被捉奸在床 一名工年板干部在别墅 用数亿元现金填满一堵墙 一位副国际领导人挖空心思抵制调查 最近在内地银评和网络热播的 并非青春偶像剧 而是一部宣扬主旋律 名为人民的民意的反贪剧作 该剧上映一周多来 突破10亿点击量 在播放该剧的视频网站之一 爱奇艺上 单月播放率达1.7亿次 人民的民意 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中共江苏省宣传部等官方单位出品 据中共官媒报道 对该剧的审查过程尤其顺利 仅用10天 时间之短 出人意料 关注腐败问题的透明国际组织 亚太部中国问题专家廖然认为 这部剧打破了中共的一些禁忌 他对德国之声表示 用电视剧的方式 深刻揭露中共党内的腐败 中共希望在形式上进行这样一种探索 因为用电视剧 远比透过报纸和电视认罪的方式 渗透性更强 妙人说 中国老百姓爱看电视剧 这比中共之前的一贯的做法 在新闻里公布贪官金额的几个数字 达到社会舆论中的渗透力更广更强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 其实在中国宣传领域有很多潜规则 禁区不能突破的 尤其这些腐败的官员都是党的官员 比如官员在刚落网的时候 媒体的宣传其实还是很谨慎的 美国CNBC电视台在线 也对原民的民意进行报道 报道透露 尽管禁止播放有关腐败体材的电视节目 没有正式规定 但2004年粉查机构发布建议后 中国制片方回避腐败体材 建议指出 不要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体材 包括影视剧 但廖然也补充说 竟然打破了一些禁忌 但媒体一直试图将贪官的犯罪行为娱乐化 媒体报道的指集中在官员有情妇和贪污多少钱的问题上 而这恰恰偏离了反贪的主题 因为这是反腐败官员的存在和他们以权谋私的情节 实际上恰恰是对执政党的一个重大伤害 他们在被审的过程中说过一些什么话 基本上在新闻报道中是被封锁的 人民的民意描述了各级政府官员 针对高层官员和基层官员的反腐行动 政府根据同名小说改编 虽然故事的调查已卷入汉东省荆州市地产分配案的贪官污吏开始 但播放不久 并有观众表示剧情并非完全虚构 这样网民联想起2016年10月因受贿被判处死缓的议员司长魏彭远 人民的民意不仅火了银瓶 也在网络间引燃热议 而中共也动用其审查机器对一些敏感评论晋升 治理中国独立电影发展的知名影评人张献民 就是被晋升者之一 自于微博转发张献民的批评写道 此剧是一部拍得非常糟糕的电视剧 不管从形式上还是表演风格上 他认为如果中国资深电影员已故教授周传基老师看到 恐怕也要动怒 因为该剧视听语言的运用跌落到1970年的水平 比亚本戏差一点 表演整个是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风格 由此预测明年2018年的电视剧将出现1968年水准 网民一方面表示该剧让人大开眼界 一方面表示看够了中共的自吹自擂 有网民这样写道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没外了 可我还是不想看歌功颂德的电视剧 难道抓一个贪官不是应该的吗 难道非要在电视剧中 左一个党的名义 又一个人民的名义吗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党员干部的权力行使 不仅只关于人民的名义 透明国际的廖岩提醒说 人民一词在中国被滥用 比如人民公社 人民大会堂 在改革开放前 人民大会堂你能进去吗 是人民的吗 所以对人民的名义 是否就是人民的名义 大家姑且付诸一笑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